大家好 欢迎来到玄乎神乎 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小兰 如果我告诉你 重复默念一个代码 就会消除你身体上的疼痛 你相信吗 这太玄了 照您这么说不用吃止疼药了 大家念个代码就行了 不管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罢 确实有人亲身尝试了这个做法 结果发现很灵光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一份1977年的密件 现在已经解密了 其中一项内容是关于让痛苦消失的神奇密码 说参与实验的人只要闭上眼睛 想着身体不舒服的部位 然后默念55515这么一串数字 疼痛就可以消失了 说的还真像有鼻子有眼的事 有提到具体的方法吗 有啊 说要闭上眼睛 关注疼痛来源的地方 在心里默念55515 当你在脑海中不断重复默念这串数字的时候 疼痛信号就会慢慢减少直到完全消失 这也太简单了 能做到吗 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啊 我在一个网站上看到了对CIA这份文件的一个详细的解读 发现还是有很多讲究的 比如说要先调整呼吸 深度放松 想象着把能量带入身体不同的部位 然后还要感觉到自己像是在漂浮一样进入深度放松 激活非物质能量 把这些能量呢带入你身体不平衡的地方 也就是疼痛来源的地方 然后在心里重复的默念55515 之后疼痛信号就会慢慢减少直到完全没有 我特好奇啊 为什么是55515这几个数呢 它有什么讲究吗 这我也不知道 不过确实有人去尝试了 发现挺管用 所以有人就猜想 这会不会是一种安慰剂效应呢 我倒不认为是这个安慰剂效应啊 尽管我自己是非常相信安慰剂效应的 但是好像也不是这么运作的 我们曾经聊过关于安慰剂效应的话题 那还没有看过我们那期节目的朋友啊 可以去看看 非常有意思 我也不认为跟这个安慰剂效应有关啊 其实科学家呢 大约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跟疼痛感知相关的基因 那这个基因代码就是55515 这么巧难道跟基因有什么关系吗 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在他们的网站上就有提到这个基因代码 说这个基因呢 是涉及到有关疼痛感知 以及机械知觉的 那机械知觉呢 是指对某些刺激 做出本能反应的能力 你比如说人被烫到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会本能的往后一躲 那这个就是机械知觉的反应 太有意思啊 对你发现没有啊 宇宙中其实有很多神秘的数字 都是现在科学上还无法解释 对啊 我们以前讲过啊 古埃及金字塔中出现的一串神秘数字 142857 有人还把这142857 做了各种运算分析 结果就发现 运算的结果中暗藏了很多的玄机 还有这个玛雅文化遗址当中 人们在很多古庙还有石碑上 就发现了一组神秘的数字 1366560 虽然至今呢 有几种猜测了 但是也没有能够真正解开这个谜团啊 对啊 古人在几千年前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谜团 对今天这个科学家的智慧啊 都是个考验 没错 尼古拉特斯拉 就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科学家 他曾经说过 如果你知道369的秘密 你就掌握了通向宇宙的钥匙 好像现在的科学家还是没有发现 369到底有什么秘密 是啊 有人说数学是被发现的 它是宇宙的语言和法则 我也相信数字中啊 一定暗藏着宇宙的秘密 那每个数字呢 都像是个代码 代表着不同的意思 而这些数字之间的不同组合 更是奥妙无穷 核图洛书是中国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 有人称它们为宇宙魔方 人们用数字来对应图案中的各个方位上的点 相传在七千多年前的远古福西时代 有一种神奇的龙马 背负着一张神秘的图 后世称为核图 也被称为广义宇宙图 核图中一共有55个黑白点 代表天地之数 其中白点为单数 13579代表阳 又代表天 所以称为天数 那黑点呢是双数 24680代表阴 又代表地 称为地数 天数加上地数 就是天地之数 一共是55 洛书呢也是史前文化的产物啊 是关于天地空间变化的脉络图案 它也是以黑白点为基本要素 以一定方式构成若干不同的组合 排列成矩阵的图示 洛书中的数字1到9 是表示天地变化之数 那从九宫格这个图中就可以看出 1到9呢是定位数字 三位数横数方向相加 都等于15 都说洛书是阴阳五行数数之源 所以说呢 这个15也代表阴阳之数 而5作为中宫 表示阴阳合一 这么说来 会不会这个中情局研究出来的 这组神秘的数字 55515 也是出自于中国的和图洛书呢 您看啊 55为天地之数 中间的5表示这个阴阳合一 天地合一 后面的15表示阴阳之数 心中默念这么一组数字 把这天地之间的能量 都聚集到这个痛点上 就把腾痛给治愈了 CIA应该请你去做研究 我也是瞎猜的 以前呢 我们有聊过关于美国中情局 对这个特异功能的研究 其实呢 他们很多的研究都打破了 我们的一些固有观念 也就是说呢 很多的研究 好像都无法从科学角度上去证明 你比如 中央情报局曾经有过一个秘密计划 就是通过使用心灵力量 把人送到过去或者是未来 听起来好像是有点不可思议啊 但是中情局还真的是做过这些测试 没错 我在网上还看到过一篇报道 说中央情报局曾经搞过网关体验研究 就是通过增强人的左半脑和右半脑之间的脑电波输出的幅度 还有频率的力量 同时通过增强人的注意力和连贯性的训练 来测试人的意识是否能够跳出我们这个物理空间 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也比如啊 通过转换能量来治愈身体 或者是穿越时空 从宇宙中获取新的信息 就这一点来说啊 我要说尼古拉特斯拉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了 尼古拉特斯拉呢 他不但是一位科学家 有过上千个发明 他还对一系列其他科学和哲学主题非常感兴趣 包括非物理现象的研究 他曾经说 如果科学界开始研究非物质领域的现象 这一个世纪的进步绝对会超越过去所有的记录 他所说的非物质领域就是指意识或者是灵性领域 他相信探索这些领域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可以推动科学和社会的巨大进步 我觉得他说的挺好 我也认同这点 美国陆军中校麦克唐纳 他在20世纪80年代呢 就曾经接受了CIA的委托 从事网关体验的工作 他在中央情报局啊 关于这个星体投射的潜在可能性报告中 就有提到过有关使用一种叫做半同步的音频技术 就是借助声波来同步人的左右脑的输出 通过增强脑波让脑波变窄造成大脑能量的集中 在瞬间啊就产生很大的力量 从而创造出一种改变的意识状态 不过呢 采用这个技术的前提还是离不开对这个非物理现象的研究 麦克唐纳说啊 他们先认真地研究了几种已经被认知的可以改变人类意识的方法 其中包括催眠超验冥想还有生物反馈 他们认为这三种方法被实现网关体验奠定了基础 因为有研究表明受过20年禅修冥想训练的人 他们可以连续15分钟以上做到左右脑同步 而普通人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可能可以做到的 所以他们在测试网关体验的时候 就把那种半同步的音频技术和这三种精神放松技术 结合着使用的有点学术性 我们都知道啊 通过催眠的方法可以和潜意识沟通 获取很多现代科学手段还无法获取的信息 那超体验冥想 英文的缩写也叫TM 那这是一种从精神或者是非物质领域有关的一种冥想方法 那生物反馈呢 它是一种替代医学方法 属于身心疗法 可以帮助改变人体机能 改善人的身心健康 没错 麦克唐纳说 如果实现了生物反馈的技术 就可以阻止疼痛 甚至可以抑制肿瘤的发展 这么说来啊 中情局他们解密的那串数字 55515说可以减轻这个疼痛感 应该就是属于这类的研究了啊 只不过呢 我们不知道中情局 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串数字的功效的 不过呢 我觉得冥想打坐 应该是止痛的最好的方法 我认同 其实西方社会对于这个冥想 有很多的研究 发现冥想不仅有这个放松啊 减压的作用 还可以减缓衰老 让我们很年轻 所以我认为啊 科学的研究方向如果能更多的关注精神领域 或许能有更大的发现 比如说对人的这大脑的研究啊 这大概是对这个神经科学领域一个最大的挑战了 我们的意识 思想 记忆 梦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呢 都是很难解释 是啊 这科学上认为啊 人的想法呢 都是来自大脑的 大脑的思考产生了各种思维 意识 或者是感受 但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神经学教授约翰·罗伯 他的一个研究成果就令科学界非常震惊 他曾经意外的发现 他们的学校数学系的一个高材生 智商高达126 但是这个学生啊 竟然是没有大脑 他的脑组织还不到一毫米厚 而且脑炉腔里面还充满了脑积水 一般情况下 患脑积水的人多数都会有严重的残疾 但是这个学生不但正常 而且可以说是超常 所以他的智商是这么高 这样的案例呢 虽然非常特殊啊 但并不少见 罗伯教授就认为 这些无脑人都有一个看不见的隐形大脑 我记得心理学家佛洛伊德他曾经说过 与大家所知的相反 可能不是大脑创造了意识 而是意识创造了大脑的外观 不过这个中央情报局 网关体验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啊 那就是超自然现象一定是存在的 人类也许可以借助这个超自然现象 同时与掌握科学方法来结合 来探索大脑的秘密 玄乎神乎 看不透的大千世界